有酷的朋友们 你们好不好 很久不见了 我是顺子 其实我是在北京的一个朋友开的店的洗手间 我在洗手的时候突然想说 我是很久没发片了 然后我一直在中国演出 可是很多的演出没有媒体在 所以普通的粉丝的朋友们都比较看不到我的消息 然后我想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 可以让大家知道我还在唱歌 然后我回来了 包括我做的东西是有意义的 然后我一直很多年 每年我都会做两到三场慈善的活动 当然跟我没有关系 就是我被邀请 比方说像联合国等等这种的活动 然后我当然自己也有很国际的一个背景 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应该当歌手 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回报一些 就是赚那么多钱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 因为你很多的 大家会发现很多的有名的人越有钱越空虚 事越多就是反正我自己知道我最穷的时候 我现在往回看我最穷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虽然那时候是很贫穷 然后没有这个没有办法买这个 没有这个机会 可是你的想法你的这些priority 就是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是跟现在不一样 那我觉得我们音乐一样 必须要回到最原本 那我用我的音乐可不可以做一个 真正的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就跟一些非常好的朋友们 也是都是各种各样的国际的朋友们 很多美国人 中国人澳大利亚人等等 法国人都在帮我们这个不亦乐乎的活动 所以我们就一个这么小的正在洗手间里面 想到的一个想法 现在变成12月17号的大活动 然后包括有成龙的基金会 也在支持我们 希拉里克林顿跟欧巴马 这些都是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觉得这个比发专辑对我来说都更重要 因为大家都会发专辑 所有的唱歌的人 每个演戏的人都会年年拍一部电影 可是这种的活动 捐钱去给这些贫穷的 美国跟中国的孩子们可以交流 可以出国 可以学语言 学文化 这种活动在中国 我没有看过 那我们也答应了他们这些钱 一定就是卖票的这些收到的钱 一定会到对的地方 而不是说哪个领导突然就放在兜里面 这个是 如果是这样子的 我就不会做这种活动 就没有意义了 你把钱都捐出来 然后结果那些孩子什么也没得到 那很不公平 我在巴黎待了很久 常常在巴黎待 然后在国内就是 每个月有大概五六个演出 对 可是就是很可惜 因为常常也是在那种大的地方 体育场啊什么什么 可是就是说媒体可能没有 没有完全都 因为它不是一个媒体的演唱会 所以很多的好朋友还就是看不到 那就是如果要看到我就一定要 12月17号 先这个就是一个 怎么说 是一个开始 然后明年 对 明年我就会 这个也是对我来说 就是个大的暖身 然后明年我就会发新专辑 因为专辑都已经做好了 呀 现在这几年不是出专辑的时候 我不愿意 因为我失去了什么 专辑也不卖啊 没有人买 没有人买正版的 那我为什么要写歌 然后发出去让人家免费去卖 这个非常不公平 尤其给写歌的人 创作的艺人 你看台湾的市场 一半都已经不发专辑了 没有意义 而且很生气 你知道吗 就是你 你用那么多心去写歌 然后一个按钮就可以下载 那我明年会发 因为我觉得市场 现在开始好一点点了 开始往上了 就像这个也是一个景气 跟景气不好 也有直接的关系 这样子 对 现在开始慢慢有人开始买房子了 开始投资 可是你说前2008年 2009年的时候 太可怕了 所以我们一样音乐市场也快破产了 那时候 就是我自己是爱音乐 我能用音乐赚钱 不用再也不用去端盘子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成功 我的成功的目标不是当百万富翁 我的成功目标是 我不用再教学生了 我不用再端盘子 我不用再出去打工 九点到五点的工作 我非常非常的感激 我觉得那个就对我来说就够了 就是我能用音乐去活 而且还活得挺好的 这个是 所以我才想做这些慈善的 如果我是很在乎钱 那我 我就接商演就好了 我的钱自己拿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那个 没什么意义 谢谢 谢谢 谢谢